北京9月9日电7年的叙利亚内战的最后一场重大战役,看来已经见在弦上,尽管美英法军队已经磨刀祸祸,各种军事力量已经整装待发, 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和叙利亚并不为所动,仍对伊德利布进行例行空袭,地面部队也是要彻底端掉恐怖分子的老窝,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进攻不可避免,已早不宜迟,除非反对派武装投降,眼下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事能动摇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发动全面攻击的决心, 俄罗斯和叙利亚已经铁了新标营下这最后一战,也做好了血战的准备,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士德米斯图拉对此表示,一场战争风暴正在集结, 据参考消息网援引俄罗斯观点报报道称,俄海空军在该地区的部署也是针锋相对,俄海空军在叙利亚沿海进行了大规模演习, 而且地点就在美国舰队,最便于发动攻击的水域,演习内容包括防空,反潜以及反舰等, 而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肯定没有潜艇,军舰和战机,就军演目的, 有俄罗斯国内专家直接说道,防止任何人做蠢事,比如从驱逐舰上向去政府军发射巡航导弹, 尽管在地中海的俄军与美军比拼硬舰会有些吃力,但俄军集结的力量是为了最大限度的阻挠美国对叙利亚政府军发动袭击, 而并非真的要和美军来一场海空大战,此外,目前美国政府高层的发言判断, 美军发动袭击的意愿似乎正在消退,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表态,与其说是警告, 其实更像建议,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益的讲话同样直截了当, 他宣称,如果俄叙联军打算继续恢复对叙利亚的控制, 他们可以去做但是不能用化学武器,参考消息网员引发新社的评论中则写道, 这个声明看起来意味着美国已经对叙利亚政府军建功伊德里布盛开了绿灯, 唯一条件是不要使用化学武器, 另外,战争总是要由地面战来收尾, 退一步讲即便是美军用导弹袭击叙利亚政府军, 只要西方的地面部队不介入,也几乎无法逆转叙利亚政府军, 一方,赢得伊德利布战役的大事, 俄罗斯和叙利亚给出了和平选项, 即反政府武装投降, 虽然希望渺茫但也并非全无可能, 和平支持就握在土耳其手中, 对此,联合国也在积极斡旋, 毕竟包围圈里还有290多万平民, 而且土耳其在伊德利布有着巨大影响力, 该地区的大量武装组织系由土耳其扶持, 而且伊德利布的冲突降级区也是由俄土一三国敲定, 而由土耳其主要负责监督的, 这也是为何叙利亚政府军和俄军在俄土一领导人会务前暂停了全面进攻, 但是如果在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合作下, 最终和平解决了伊德利布省的问题, 对于深陷战火7年的叙利亚民众, 尤其是在宠媒中的290万平民来说, 将是最好的出路, 据此前报道, 当地时间9月3日, 特朗普向叙利亚政府, 俄罗斯和伊朗发出了警告, 不要鲁莽攻击, 被反对派武装占领的伊德利布, 国务卿蓬佩奥也曾警告, 美国会把对伊德利布的攻击, 视作叙利亚内战的升级, 然而就在4日4日, 俄罗斯4架战机轰炸了伊德利布省政府阵线目标, 用实际行动给了特朗普一个明确答复, 此外, 就在当天,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 就特朗普推文内容表示, 美方警告忽视了伊德利布局势的危险影响, 那里盘踞着相当多一批恐怖分子,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层证实, 目前集结在伊德利布地区的联合国认定的, 恐怖组织成员, 及家属共约一万人。